請所有各位鄉親 再稍後一下下 那相信我們今天的農特產品 一定一定足夠給大家 一定足夠給大家 大批花蓮鄉親趁著颱風天 與市趨緩到農產品特賣會 搶購銅板架農產 這個銅銷券 那是你們的 來來來來 謝謝 活動會場大牌長龍桌上還擺滿 各式蔬果產品 不僅全部都是銅板架 現場還發起促銷券相當優惠 由於山陀而台風強勢 清台造成蘇花公路1號 開始實施檀方管制 花蓮農特產品無法運送 到台北拍賣因此 吉安鄉公所跟農會 以及花蓮百貨公司業者聯手 舉辦農產品特賣活動 要讓農民的心血不要白費 我們有封沸的物產 我們有最好的農民的一個努力 跟最好的品質的 這一些農物產在花蓮 不過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 受山陀而台風影響 截至4號下午5點止 屏東縣損失1.95億元最多 高雄市8719萬元位居第二 而全台農損約2.8億元 光是高屏地區就佔災損 約98%成了重災區 受到台風影響 農產品損失慘重 影響供應量能 農糧署也表示 今天起蔬菜供應應該就能恢復正常 3D新聞李彥宏Ready 花蓮報導